7月2日,报效喜剧《爵士高手》在京举办了首映礼 导演卢正宇协主演郭彩杰、蔡国庆、孔联顺等一众演员出席 在片中饰演反派角色的蔡国庆让观众眼前一亮 蔡国庆在现场抱怨到被中国电影埋没了这么多年 这一次终于被导演卢正宇发现了他的天赋 我说如果说这个片子能让我们的残媒的朋友各位记者朋友 还有你感到蔡国庆的颠覆这个表演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真的看到不一样的蔡国庆文化我真的想说 中国电影界埋没了我这么多年 终于被卢正宇导演发掘了 聊到幕后拍摄故事郭彩杰透露 没想到拍喜剧也有动作戏 现场控诉导演卢正宇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做特效 有一场被摔的戏没有用保护电 摔了十多次后后来还专门去医院做了检查 虽然那场是有叫薇雅 但是为了要追求一个就是被小鱼摔的地上的那种心碎的感觉 所以就是要直接的那个重力加速度 然后下头是没有办法有那个保护电的 因为就是直接让落地 虽然我们电影的特效做的特别好 但是就不帮我去那块保护电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直接摔然后摔了很多次 就一直看跟导演一起看回放都一直觉得不够 又再提高那个高度啊什么的 最后一次就摔到了 后来这就回台湾就进医院了现在 但是现在好了 就会儿打得越来越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